所以我們把它簡化成4 然後呢 執行結果應該也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樣跑 把它刪掉 跑出來結果應該也會是一樣的 一樣 OK 那當然會比較簡化 如果說你想要知道細節 設個中斷點 執行一下 X裡面放什麼 放負4 那負4再給裡面比較 因為它符合這個條件 小於一 所以什麼 清空 那這個OK 那底下的話一樣 所以把這個執行一下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會有個問題 以前呢 你做好一個東西 你要執行 要不就從這邊執行 要不就怎麼樣 插入一個什麼 按鈕 假如說我這邊插入一個按鈕 換年曆4好了 那你想說這樣子做完 當然前面的流程是這樣的 就是說當我下拉的時候 二月份 好 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 那現在應該已經自動了 我把那個自動的部分刪掉一下 那理論上 剛剛應該是 就是 當你下拉的時候 它不會動 什麼時候會動 按下萬年曆4 它才會動一下 那有同學就會問說 老師那這樣好像 有點多的一個動作耶 好像還要再按一下 它才會跑 那有什麼方式 就是說 我將來 不需要按按鈕 它也會自己動 那會動的 這個原因是因為 你的下拉清單 這個或這個 裡面的資料有改變 改變了 它就去觸發 按鈕的事件 自動幫你去做 而不需要說 像現在 下拉了 按下去 好像多止一舉耶 多按個按多 那當然其實也 結果也是一樣 只是多做一個動作 感覺好像 會比較麻煩 所以 如何 把 這個 這個地方 變動了 這個叫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 當 這個 C1 或者是F1 裡面 儲存格裡面的值 有改變了 沒改變 就不用去執行 如果有改變的話 那就執行這個 那特別注意 你需要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如何可以知道說 我這個工作表 的這兩個儲存格 改變了 所以這裡面的話 會需要用到 去設定什麼 工作表的 Change事件 Change 就改變 哪個儲存格改變 它會告訴你 你儲存格 有兩個 C1 和F1 變更的 如果是C1 和F1 變更的時候 才去執行 萬年曆 是 的這個 程序 如果不是 那其他的儲存格 都不影響 那怎麼做 所以這個其實 你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比如說你以後 可以做下拉清單 如果比如說你那個下拉清單 一改變 自動帶出 比如說你那個什麼 下拉清單 那你就把客戶的名稱 下拉 選到之後 它自動帶出 那個客戶的 業務承辦人 電話號碼 他們公司的地址 或什麼的 那你以後就什麼 拉一下 其他就自動帶出來 或者是什麼 你可以做一個下拉清單 1到12月的報表 下拉哪個月的報表 哪個月的報表 自動顯示在下方 不就可以嗎 那這個地方 類似的用法 也就是當你下拉清單裡面的值有改變 那改變的東西是什麼 它就會幫你去抓到你要的東西過來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試著把第三跟第四 稍微玩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這個地方怎麼實作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下拉清單如果有改變的話 那我們就自動去執行 某一個程序